采线苹果怎么化 这个简单我教你 首先用一个正方形先去概括苹果的形 然后把四个角切掉 加上苹果窝和杆子 一个苹果的形就完成了 然后用一个黄色采线 把苹果的形勾勒出来 就可以上色了 先铺一层黄色的底色 然后用一支没有墨水的笔 把苹果上的黄色顶叠压出来 这样后面上色也不会被覆盖掉了 接着铺一层红色 加一些橙色色彩会更加丰富 另外面用一个饱和度高的红色提亮 记得把高光距离留出来 高光的形状不用太清晰哦 要和周边的果肉颜色过度均匀 苹果窝用黄棕色化 注意转折出的颜色更深哦 再用深棕色把杆子加上 外面加上一些绿色 绿色和红色是护补色 所以颜色会更重哦 然后把苹果的反光和投影加上 反光用白色采线提亮 苹果也用棕色打底加一个灰色 靠近果肉的投影颜色要加深 投影要渐变自然哦 最后把果肉颜色整体加重 加上小水珠调一下细节 一个苹果就换好了 你学会我们快点赞收藏自己试试看吧